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客人買回家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大家又回到自然療法與你 有我節目主持人Anna 還有我們的嘉賓主持 袁醫生也在 袁醫生你好 大家好Anna好 一個星期又沒有見 我知道今集的主題 就是很久沒有談過 就是關於同類療法 同類療法 人物治 大家都知道 在同類療法醫療領域 通常醫是醫治的人 人當然不只包括身體病徵 亦包括人的性格、心境、心態、生活習慣、喜好 這就是反映那個人的 沒錯 所以我跟療法 我們很多時候 所謂處理一個人的健康 我們很多時候是針對一個人 他是什麼人 我用哪一種療劑 處理這種型的人 所以我們去了解 我跟大家分享 今次我會講講 一種人物的性格 碳酸甲型 碳酸甲型 拉丁文叫Carly Carbonicum Carly Carly就是Protassium Protassium Carbonate 就是這種很明顯的一種炎 一種礦物炎 做出來的療劑 好了 這種型的人會怎樣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這個特徵是這樣 Carly Carbonicum的人 基本上是可以說是死板的人 好做事好死板 頭腦思想比較合宅 他們很多時候有既定的想法 很難改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醫書直說 做事也是這樣 根據那本書這樣說 他們就會跟足 很難轉彎抹角 即是一性不變 可以這樣說 很難叫它改 差不多像機械人那樣去做事 嗯 情緒方面 他也是容易抑制自己的情緒 哦 雖然這種人 在好的方面 他們是很均真的 很有條有理的 但當然 遇到要變數的時候 他們真的變不到 這種就是 這種就是Carly Carp 那種人 嗯 可能有時候 你會在某種職業的人 有時候會見到 比如有些可能是 地方的官員 嗯 喜歡的官員 原來很死板板 是的 跟著很多 rule 是的 這方面的政府公務員 有時候可能是有 很多時候容易找到 這類型的人 嗯 因為很適合他性格 是的 那就是 嗯 那 死板板的人 當然 當他身體有問題出現的時候 都很容易出現了 是一種 死板板的那種症狀 譬如 他的身體不靈活 是的 人不靈活 頭腦不靈活 人也是不靈活的 通常 如果人出現那種 關節炎的時候 他類的關節炎 通常都是 關節變形 變形 變形 軟了 硬了 但是這類的人 死板板得來 是很正確的 是 他的衣著方面 通常你會見到 那些人 是衣著很整齊的 是 面毛沒有什麼特別的 表情 就是自然的表情比較少 是 但是呢 是撿得很正的 你看回他的身體的關節 他可能變形 即是他要控制 身體上的精神狀態 他要過度控制自己 令到自己身體的狀態 出現的症狀 都是很多時候 都是出現一種 變形性的關節炎 硬了 那些人當然 做事都是 很有權威性 很有紀錄 很少 有種自然流露的情緒 比較少 嗯 很壓抑的 是的 有時候比較笑 即是知道都不笑 是 好了 但是這些人 當然也是 比較獨立 就是他不喜歡去依賴別人 依賴別人 他認為很多事情 他自己認為是這樣做 他很少 走到遇到什麼問題也好 他都喜歡 企圖自己去處理 或者他不懂得處理也好 他都不懂得去問別人 哦 即是怎麼搞呢 嗯 嗯 所以他做事 說話好像比較單調 音調 你跟他聊天 沒有什麼美音 對 沒有什麼高低音 也沒有怎樣表達到自己的情緒 這種 有時候 可能他回答你 回答得很簡單 很短句 通常如果有什麼問題出現 他通常都是抑制 即是壓抑制 都不會太過緊張 遇到事 即是很難開口問別人 他也很需要有個次序式 即是他要全部漸綴 你記得我以前和大家分享過 有一種概型的人 是 概型的人 都是比較上有需要疊綴 即是要次序式 但是概型的人 有時候都不收蝙蝠多些 但是 Cally Cup的人 就一定要 比如他去吃東西之前 他一定要去洗手 要去裝扮一號 或者要拆完牙之後 弄好頭髮才去約會 即是他很多時候 他一定有一個規律性 有一個程序性 有時候 就不是那麼實際 即是 Cally Cup的人 雖然他需要規律性 他需要有規律性 但他都比較上是 比較上是 有彈性 就是彈性很多 是的 那就比較上實際 實惠一點 但是那個Cally Cup的人 他為了那個程序 是多於實不實際的 即是不切實際的事情 他都會去做 很多時候 我們會想到 即是英國皇室 是吧 最近有個有婚宴 是的 有大婚 其實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想想想 哪類的人 會很容易成為這個Cally Cup的人 我想英國皇室的成員 我想很大機會都是這樣的 嗯 當然我知道 英國皇室很多時候 他們比較上是 情緒上 比較上是 閉塞一點 即是他們都不多 不多點表露 那譬如 如果有一個人 她的女兒 剛剛缺了婚 有一個 有一個 生一個寶寶仔 打電話給他 那樣 如果那個父母 是Cally Cup的人 他通常就說 OK 好啊 即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表情 是 但是我知道 如果是輪刑的人 因為輪刑的人 雖然我和大家詳細分享 那我想說 比較一下 輪刑的人 聽到這些好消息 他就很興奮 到處跟別人說 但是這個 那個Cally 那個 炭酸甲的人 就是不會是這樣 他總之是 很抑壓 抑壓 什麼都是很平淡 所有事情都是 Follow the book 那本書 這樣說 他就會跟著 觸 就不會轉彎抹角 這種情緒 當然 他也會抑制自己的情緒 很難哭 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也不太宗人去安慰他 就算他一個人在這裏 他也不會 他覺得 要正確 做事要正確 衣著要正確 很多時候 他認為 流露表情 在一些場合 是不正確的 如果你遇到一個家庭 如果爸爸是這些 炭酸甲型的人 如果他的女兒突然間 改了一種新的髮型 的話 這個爸爸就會覺得 哇 這個女兒是搞鬼 外面是否歐山鬥角 為何他穿得那麼 頭髮弄得那麼妖 或者如果他的兒子 剛剛去了大學 就算他可能讀醫科也好 如果頭髮長一點 這種炭酸甲型的爸爸 就說你一定要幫我的頭髮剪短 否則我就不會再給你錢 這是我們不忍受的 這類的情況 如果出現在這些家庭的dynamic 你會見到這些炭酸甲型的人 會這樣 他亦都很教條性 即是很教條化 很多時候 他可能有個很強烈 很清晰的宗教信仰 當然他宗教信仰 跟別人很不同 他只是固定了 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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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對他來說 有一種很道德性的生活方式 當然做他的兒女 也比較辛苦 是的 我也覺得 不會compromise 不會折衷 他寧願跟你打鬥 也寧願跟你砌到底 也不會改變 是的 很多時候 你會找到這類的人 通常可能會在 那些racist方面 會比較容易遇到這些人 是的 可能在種族歧視方面 很多時候會出現在這類人的身上 當然 他亦都是一種比較保守的 這類的人 好了 那些人通常都很少不會認錯 他有這套觀點 他認為這套觀點是唯一的想法 所以很少會認錯 那這種型的人 和另一類型的人 叫做硫磺型的人 那硫磺型的人 那硫磺型的人 我也未好一點討論 硫磺型的人 都是有些相處的地方 硫磺型的人 他們覺得他認識很多東西 是的 因為他們會不斷去尋求一些知識 那些知識 那大家都是很 Eagle 很強 以及很 proud 他自己所認識的東西 很自我 但硫磺型的人 他會遇到一些新的東西 他會去改變 但那個炭酸甲的人 他認為這東西是對的 他就不會再去外面 再去看其他一些 那麼硫磺型的人 就算他認為這東西是對的 他下次見到新的東西 他都會改變 是 炭酸甲的人 你怎樣說什麼都好 你給多多理由也好 他已經是死板板的 有時候我最近都遇到一些人 你跟他爭論 譬如說免費能源 是 他是一些工程師 這類的背景 他便會想盡辦法告訴你 免費能源 為何是不可能的事 他根本是不想知道的 嗯 好了 這個情緒狀態 他們傾向於這樣 他們的身體方面 通常是比較怕冷 更加重一點 哦 那 人身體的症狀 傾向於右邊多於左邊 是 有什麼問題呢 右邊出現問題的機會大一點 嗯 有時候他們有很多氣 腸胃 很多氣 會肚腸脹脹 亦都喜歡吃 比較喜歡吃甜的東西 那 很多時候 這個人當他有問題的時候 這種問題 很多時候 會表達在腸胃方面 有很多事 幫他不舒服的時候 睡在床上 你躺一躺一躺 不小心遇到床的腳 他會痛起來 通常那個胃會痛 當然這種人 很不喜歡驚喜 是吧 是 如果你幫這些人 開一個驚喜的生日快樂 那就大件事了 不合格 打開了門後 看到這種東西 他聯絡完膜便離開了 他不會享受這類的事情 即是控制,所有事情都要控制 可能是秘密警察的社会 这类人很对的,很多 通常他们会出现腸围方面的症状 比较厉害、严重 他们会抑压他们 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心脏病 因为他平时可能很好的,压抑压 一来的时候,他的器官就直接崩溃了 很多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些人 突然之间很好的心脏病出现问题 也有一个身体表达的问题 就是可能有关节炎,肌肉、冤痛 刚才听你提到的 他可能经常都在痛苦 但他也不会出声 他宁愿半夜三间起床去走路 书展一下自己算 书展一下自己算 但他也不会怨疑 当然他们的道德观很强 所以对他来说,责任劲很强 很多时候,他做这些事情 都是因为他的责任心去做 他未必一定享受这些事情 但因为他认为这是责任的方面 他便会去做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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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 你遇到这些人 在长谈之下 你会发现 这些人的性格很清晰 嗯 好了 除了我曾经所说 这类身体上的症状 很多时候,他会有肺炎 或者长期肝咳 是 有时看他们的体型 有时身体会有水肿的问题 是 有一个特别的症状 就是 它会肿在膝蓋 或者围绕心脏 或者围绕心脏 那方面 有时 你看到面型 它们的水肿 面 眼和眼角之间 眉心是浮浮肿肿肿的 好像有水泡在那里 这种肿胀的面型 有时可以看得到 当然 他们也不容易哭 就算看电影也好 他也不容易哭 有些惨的电影也不喜欢哭 当然 他也不喜欢看恐怖的 恐怖的电影 为什么他不喜欢看电影呢 原因是 因为他遇到这些情况 这些惨的场景 他没有办法控制 知道吗 他很恨一些情形的场合 他没有办法做些事情 没办法做 那怎么办 你堵塞了这种 在这种处境之下 所以他很怕看这些恐怖的电影 或者有些惨的剧集 情绪没有那么波动 便適合他 是的 但他也很怕看那些新闻 有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后 他整天都弄断了 但是这些人 因为他做事是很规律性的 很多时候 你可能在医院里面 或者一些救伤队员 你会看到这些人 就很好用的 因为你有什么要问他 他都会帮你去做 他也很懂得做 有个人去做 也不会退卸责人 就是这些人 有时你会看到的 有个地方 他做事是很厚黑板 但也很帮得手 就是你叫他什么 不会托手肘 因为对他来说 他要跟随一个程序 对他来说 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的形式 他最喜欢这种东西 好了 那这类型的人 很多时候 在性生活方面 都是一般的 有时他 就是Sex 之后 他觉得他人 就睡不着觉 很累啊 男女也有这种情况 OK 这类型的 Catly Car型的人 他的身体 最差的时间 大概是凌晨2到4点之间 会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呢 例如他有敲喘的时候 他可能是凌晨2点中 可能到凌晨4点、5点才完整 这个是炭酸甲的人的 差的时辰 比如沙埃营的人 大概是Midnight 午间1点到2点 石松营的人 他最差的时段 应该是4点到8点 炎营的人 是 早上太阳最高的时候 10点到11点 硫黄营的人 大概是11点到13点 11点半 是的 在同样的疗法里 很多时候有这些很特别的情况 是的 很特别 终于我们也有强调 经历有不同的时辰 有时器官表达的情况 会不同 不同型的同样的 同样的疗劑的人物 都有这种特征 有些人 他的病状 或者他身体 最低潮是哪个时辰 很多时候我也可以看到 比如有个病人 你发现他很多身体的病征 都是凌晨3点那时差的 是的 你会考虑 比如可能关节炎 或者呼吸系统的问题 或者咳嗽 都是凌晨3点那时特别差的 你会考虑 他会不会是碳酸甲型的人 嗯 好了 当然这些人的人 如果病状一直继续恶化下去 他可能会出现那些多发性 那些Multiple Sclerosis 这种神经线的僵化 这种问题 嗯 他们的最害怕就是失控 是吧 最怕未知的将来 这些是令到他们很害怕的 那这些人 当然 他的好的地方 他就是很均真 和是很科学头脑 是很有逻辑 那些人最怕鬼 因为对他来说 鬼是没有办法理由 也没有办法控制 所以这些人 可以说是不能够接受 灵性那方面 这方面的现象 嗯 那 身体上 那些人都比较怕冬 怕风 如果你在家里面 如果有些风 窗窗窗窗 有些冻风流出来 他们很敏感 很敏感 你怎知道这个病人 是不是属于炭酸甲的人 如果他躺在病床的时候 你去踢一踢病床 那些人就会很敏感 整个淡血 觉得很不舒服 这就是一个 很典型的特色 是典型的 炭酸甲的人 这些人当他痛的时候 那些痛是很尖锐性的痛 就像把刀割 或者有些针截来刺 那他疼痛 他会这样形容给你听 就算他关节痛 就是这样 就算有时肺炎也好 肺炎也好 肺部是一种痛楚 那种痛楚 有一种尖锐的东西去刺 去刺 就算他有痣瘡也好 他也会形容给你听 好像有些针截 是钻了在肝门 这种痛 真的很特别 嗯哼 是的 那他有时会很容易喘气 还有就会冰冷寒 那这样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也是很容易出现这种病症 那样的 好了 那肠胃方面 刚才讲过 他很多时候会有气 会胀 会胀 很多抽痛那种感觉 那他也都是很怕冻 有时冻一冻之后 他的肠胃就不舒服 那些人反而喜欢吃酸的食物 那些人反而喜欢吃酸的食物 但是他不喜欢吃那些 那些全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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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喜欢吃那些白面包 白面粉 那样的 那很多时候 我说他通常 病症会在右边多 那譬如 如果他有座骨神经痛 病症的时候 他通常那种痛楚 都会在右边多些 是 倾向右边多些 会有麻木 针刺麻木 感觉 还有很尖锐 那种痛 OK 那这个呢 就是 就是 我们查证所 那个碳酸甲型的人 很多时候 会有这样的 现象 OK 明白 清楚 好了 那 我们快点休息一会儿 是啊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 转头再说 多少少关于 臨床 碳酸甲型有什么病症 或者他们的主要病症 是怎么样呢 那我们一会儿见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种 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三个W多 H E A L T H S H O P .com.h K 《自然疗法与你》这个节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赞助 《自然疗法与你》第二部份 《自然疗法与你》第二部份 《自然疗法与你》这部份 《自然疗法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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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曾经说和孕婦 很多时候,孕婦在作动或出生时 她用力推动,会发现她的痛就会出现在背脊 那种痛,那种力是不能发出 她会一直推动,一边推动 她突然会推动她的背脊 这种症状,在人家的铲区推动 那种痛,也会出现了KID卡 KID卡有时候有关节的问题 除了我说,她很多时候倾向关节型 都是一种软曲性的,边形的,扭曲 扭曲都很厉害 很多时候,她可能是宽关节 我们叫HIP HIP JOIN 都会有这种痛楚 这种痛楚,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这种痛是由宽关节 放射到膝头那方面 这种,我们叫HIP JOIN 比如说老人家很多 宽关节炎 她会出现这种很特别的痛楚 这种痛楚就是由宽关节的绿 飞到膝头肝这方面 亦有一个很特异的症状 有时候,她们的脚底很敏感 不可以踩下去 或者很容易很痛 是 当她的呼吸系统正当的时候 当然可能有酵喘 也可能肺炎 喘得很厉害的时候 酵喘,她很多时候都会 坐起身 或者弯曲向前 才能够吐气 亦有时候,你会发现 她们很怕冷 还有,她的酵喘是 凌晨2点到4点的时候 最容易出现 你要考虑 这是碳酸甲型这方面的酵喘 所以,在我们医疗方面 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考虑很多 一些比较特别的症状 我才能找到适当的疗剂 譬如她们 碳酸甲型咳嗽的时候 她可能咳嗽到晚上不能睡觉 好,很厉害 当然,咳嗽到不能睡觉 也有很多疗剂 但如果她发现 原来咳嗽是晚上凌晨 她们咳嗽到2点到4点醒 这就是碳酸甲型病症 肠胃方面 很多时候,吃什么都好 很容易弱气、化气 肚子好像脏了水 或者泛酸、弱酸气 这些都是一种碳酸甲型的 容易出现病症 是 所以,当然 每一种疗剂 都有特异性的病 除了那类病之外 也有特异性的症状 在我们同学疗化的配方 或者找药 其实这些是很重要的资料 是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资料 我们就这样 亂配药 很多时候 配不准 没有什么疗效 但很多时候 配得准 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 这种型的人 很有趣的 在我们的经验 在医学文献上 都很强调 Cali-Carbonicum 这类型的人 你去医他 要很小心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药配了之后 他的反应很强烈 哦 我很记得 我早年在加拿大行医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病人 一个老人家 也是穿得很骨子 西装 拿着一个拐杖 很漂亮的拐杖 坐到直直 跟他聊天 坐到直直 很正确的 他的病征 就是关节炎 他的案例 很明显 是这一型的人 是的 碳村教育 结果我配了 Cali-Carbonicum 给他 很有趣 他翌日 反应得很快 他痛得很厉害 哦 为什么 他痛得很生气 直接骂我 你做了什么 搞得我更痛 原来 Cali-Carbonicum 在我们的医学文献上 记载 整天都有这种反应 要小心一点 因为他是很敏感的人 虽然你的疗剂配得好 他也会有这种初期的好转反应 这个我非常记得 这个案例 很入型 说真的来说 我今天又遇到一个病人 是吗 是 是 分享一下余医生 他是一个宗教人物 哦 当然他在宗教上 他需要很多黑苦的生活方式 是 因为他们说 早上一早三小时 一定要起床 哦 即是他们不可以 很一般人 是的 不可以睡眼 一定要做禅修 嗯 他的症状就是床胃 他说我的口看 常常有消热的那种感觉 他们也解释不了 看过很多中医 知道他是热底 但他人很虚的 又不能保得 不能吃粮的 他就更难 哦 他人很虚 但症状很热的 所以他是很难处理的 他试过很多很多不同的医生 都处理不了 他也有另一个症状 他的神经系统是在变成的 所以他周身的根骨是缩的 哎哟 即是一个很合形的 很合形的 他性格是很黑苦的 他告诉我 他们的宗教很多时候 不喜欢花时间去洗澡 为什么 我奇奇怪 我说他们是这样 很多时候无谓的东西 可以不做 就是学习去不做 他说很多黑苦的生活方法 食物方面 他说 有时候他弟弟建议一种食物给他 当早餐 他吃足十多年 不会变的 很厉害 我们都知道 有些人吃惯一样东西 也会继续吃 有些人因为懒 你问他为什么吃了那种东西 哎哟 快回来 快回想 那种炭酸 夹的人 你问他为什么吃了那种东西 因为他很怕吃新东西 动机和动力很不同 不同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遇到一种正常 表面上好像是相似的 但他的动力是不同的 譬如我曾经说 Cally Carp的人 不喜欢看那些恐怖片 盖型的审婚仔 看了之后 就会发恶梦 那个影像是脱不了的 所以他们怕看 但Cally Carp的人 他觉得他是失控的 这些鬼怪片 或者灾难片 他很怕看 因为他们是没有办法控制 控制不了的 所以Cally Carp的人 他性格上 他需要一个环境 他控制得很好 他很怕新的环境 他控制不了的 大家可能在 听过这一集 我们这个人之后 大家有机会 看看你周围的人 会不会有这种 性格 症状 如果找得到的时候 如果这个人的病 没有人可以治好他 试试这个疗剂 所以我相信有多些惊喜的效果 没错 多谢袁医生的分享 其实真的很有趣 他每次听这个人物资 都学到不同性格的人 想想自己是不是 或者身边的人 又是不是这一种 真的非常多谢你的分享 袁医生 好 医生 接着我们好像会解答 一位读者的 有一封E-mail 很详俊的E-mail 是不是 医生 是啊 这位听众 非常有趣 其实我们收到 一位Joanne Yuen 袁小姐 在4月15日 写了一封信给医生 或者我大概 说一下她的内容 她的问题 其实她的内容 不是说她有什么病 只不过她 听了袁医生的节目很久 也很钟情于自然疗法 其实是想看看自己会不会有机会转读自然疗法 入这一行 是的 没错 可能很受你影响 医生 其实她首先有提及到 她如果想申请自然疗法的学校 她原本大学的学位 会不会是一个障碍 对她来说 因为当初她并不是读任何关于生物学 或者是一些物理学 或者是医生的 码康顺 她现在在加拿大大学 是在读那些统计学 就是insurance actuarial science 和统计学 即是她的背景很明显 不是生物的背景 是的 完全不是医生的背景 是在数学方面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又未曾读过所谓pre-med 我可不可以报导 她会不会考虑我们 如果是的时候 我有些什么可以补回 是 没错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是的 她就说 有没有介绍一些比较好的学校 是的 好的学校又问到医生你 然后她又很有趣 就是想问医生做功课 因为她知道 通常都要写一些读书 当她参加 没错了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提示 有什么要包括在读书里面 这次是email问功课 是的 另外又很详细地 她就说 其实读这一门 是比较大竞争的 所以会不会有什么 推荐书 从她的教授 会有帮助她去读这一科呢 通常都是 你读任何大学 或者医学院 他都需要推荐那些信 一般来说 都是跟自己的教授 对一点 认识他多一点的教授 其实教授不一定是医科方面 所以他需要推荐信的人 都不需要一定是医生 但是绝对有帮助 他一定需要 一定会要求他这样做 明白 而且他又说回自己的背景 他小时候 为什么那么有兴趣去读这一科 或者是 不会入西医的行 其实原来 他小时候是一个 比较弱的小朋友 而且当他年轻的时候 身体也不太好 他妈妈 其实以前来说 都是一个按摩治疗师 所以很受他妈妈影响 就不会经常用一些 很化学的东西 或者是西药 去医疗自己的身体 所以这个真的成为了 他读自然疗法的动机 他有提及到这件事 他知道除此之外 他又没有生物学和化学的背景 真的有些担心 会不会有机会进入学校 就想问一下医生 其实在美国 在北美洲 因为始终我自己的背景 都是在加拿大 我也是加拿大毕业的 好的 一般的要求 都是你才能读完大学的 所以Joanne Yoon 他其实在考虑的数学 在考虑的数学 和数学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然 他也要有少少 我们叫做 pre-med的科目 比如生物学 你也要读一些 化学 chemistry 这些要求 都是大学一年級的程度 可以 如果他在中学也有读过 去大学補回这些数学 都没有问题 明白 他通常都不一定要要求 在外国读医科 都不一定要要求 要理科的学生才能读 其实你在大学里 读什么科 其实都不重要 但当然 最基本的pre-med的科目 比如一年的生物学 一年的化学 或者再多一年的 就是有机化学 organic chemistry 这个是最基本要求 当然英文科 很多学都要求 你要读英文 或者读物理学 如果有读 都可以的 我认识有一位医生朋友 他以前在 在美国一间小的 我叫做liberal arts college 就是通识教育的大学里 毕业的 他读什么呢 他是读哲学 他读哲学的 他所谓的 他读哲学的 他读哲学的 他接着 他进了哈佛的医学院 你也看到 有些所谓的 Ivy League的名校 其实他们 找学生 他都希望 一些学生有不同的背景 他都不希望 所有的学生 都好像死板板 读理科 理科出身 不一定的 有些人可能读文科 可能读社会学 其实没什么所谓 他都会收的 但当然了 你最基本的理科 课程 要有些 不要说完全 一些都没有 那就不行 通常他要求 都是一年半的理科 大学程度的理科 就是生物学 所以Joyne 如果他完全没有 他可以补回 通常你现在去学校 有些什么 这方面的课程 你就可以读回 他一年 再完成 他的 actuarial science 即保险 那些statistics 这些都没什么问题 好了 学校方面 在北美洲 那个情况是这样 你才要读完 一个大学的课程 然后你就去报考自然疗化医学院 一般的 在北美洲的自然疗化医学院 通常是一个四年制的 四年制的课程 通常 你可以看到 在四年里面 我们所称的认可的学校 其实就不是太多间 但是在加拿大来说 Canadian College of Natural Perfect Medicine 在多伦多 在多伦多 就是在市场上 在市场上 加拿大 除了多伦多 有可以读 那另外一个是温哥华 Bushan Institute of Natural Perfect Medicine 这间比较新些 比较细 我自己未曾去那一校参观过 但是我知道那一校是比较新的 当然在East Coast和West Coast 很多时候在北美洲 因为始终的国家这么大 有时候它都会在东部和西部 都有两间学校 在美国就都有五间 我们所谓叫做认可 Accredit就是政府教育机构认可 不是一本商业的学校 很多时候香港有些人 就不分不了的 有很多地方有些人去注册 注册没什么意思的 因为很多人可以注册商业的注册 商业的注册 注册间学校 很容易的 所以注册是没什么意思的 最重要是否政府认可 就是Accredit 教育机构认可 美国在西雅图 有一间叫做Bestier University 这间就是 在北美洲 一般人都认为这间是最好的 Bestier University是比较好的 我亦都参观过 收生要求也很高 是的 一般现在 你去报读任何的医学院 自然疗化医学院 脊骨神经科也好 当时成绩都要起码要比较好的医生 医生就是高财生 不可以太弱的 Bestier University 就是在西雅图 我亦都去过一个校园参观过的 那个校园很漂亮的 是以前一间修院来的 一间千住革的西雅图 环境很优雅的 Bestier University 有些人批评它 太过似西伊的学 即是它很科学化的 是 知道自然医学院的背景 祖然那些 比较上就是 不是那么死板板 一定要寻求 然后什么是科学 根据理论 是 Bestier University 整个形式的方针 都是很西伊化的 所以有些人都会批评这方面的 除了西雅图 另外一间 Portland 那间 Portland 那间 应该是最长历史的 在自然疗法 即是一个 自然疗法医学院 即是近代 早年那些已经不同了 在Portland Oregon 这间是最先的 这间学院的前身 都是有一班 早年在脊骨神经医学院 毕业的那些医生 因为早年 赊骨神经科 和自然疗法 所谓的自然疗法 是同一间学校 有两个在一起的 早年是这样的 最后因为政治的因素 赊骨神经科 医学院 开始放弃自然疗法 那一部分 有些医生 就自己 另外在Portland 再承认这间学校 所以历史上 这可能是第一 最早的一间 新的学校 在朱家哥 是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其实前身是一个 脊骨神经科医学院 即是在里面 在这间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你可以读自然疗法 也可以读脊骨神经科 就可以了 我也会知道 有些其他的学科 比如营养学 或者可以读碩士的学位 都有 在这间大学里面 在Kinnetticut 有一间叫做 University of Bridgeport 也有自然疗法的课程 另外一间在Scottsdale 好像应该是Arizona 叫做 Southwest College of Naturopathic Medicine 这些呢 其实你上网 就是详细的资料 你大家上网 就是National University of Health Sciences 或者Accredited Naturopathic College 你会找到它的适当网站 详程 学校的仔细的资料 需要有些什么 例如requisite 以及它四年里面教些什么 现在今时今日 在一般的自然疗法医学院 在四年里面 大概要四千小时的课程 四千小时 比一般西医学院的课程更长 我亦见到有些是 Condense 的 实际在五年里面 也有中医学位 详程很密集 其实是很密集的 我记得以前上学 也挺辛苦 早上晚上一个星期五天 夜妈就去图书馆 猫猫到夜妈小时 这是四年的自然疗法医学院的经历 Joanne应该得到很多资料 希望可以帮你 袁医生也列了学校名字 我看到她也很帮忙 多谢袁医生 今次很多谢袁医生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好 拜拜 拜拜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thealing.com.h